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來看看聖誕節未拆的裝飾 我記得去年聖誕節時有派對 覺得很漂亮 還應該把照片放在IG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介紹什麼呢 會介紹Piano 不過不是這部那麼漂亮的琴 這個剛剛被我拆開了 很漂亮 這個白色的Piano Kerry的第一部鋼琴 我記得剛剛學三級的時候都是白色的 不過當然不是三角琴 即是普通的直身琴 後來全部都是黑色的港琴 現在看到一個白色的Yamaha 都很興奮 很漂亮 很搭配 很應景 但其實我們今天介紹就不是這部Piano 是有一個項目叫做Piano 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在去年的年初我沒有記錯 都有和大家分享過Concord的Piano 就是在Servi這個項目 其實我這一年都會繼續有朋友去問 想買 其實當初是從來都沒有開賣過的 市場環境變化得很厲害 去年的三四五五六月 其實是2022年 不是去年是2022年的年頭 當初出來的Fall Pan 可能不是大符合市場預期 所以其實Concord 是將大部分的職是改了的 所以今次重新推出的Piano 之前沒有賣過 而且有些全新的職是更適合現在的Market 或者是大家的價位 或者是心目中想想的東西 所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Location 你看到大部分的大廈的廊 整個Concept都是沒有變過的 我們再回溫一下它在哪裡 我們講的Piano就是在Servi Servi有兩個很主要的Skytrain站 差不多都是現在的站尾 King George是站尾 之前和大家分享的Park George 那些都是King George這個站 然後它現在政府也批了 和會建的就是Skytrain的延線 一直可以去到Lenny 所以以前好像大家覺得Servi 已經比較遠了 可能已經是大溫哥華的終點站 其實不是的 它的Skytrain一直延到Lenny 一直都會沿路發展 都會帶起Servi這個community 我們這次的項目 就會在Servi Central這個站 Exact location 就是由地鐵站 這邊是商場 走過去大約6分鐘左右的距離 中間也會有些公園 也不是一個很荒蕪沒有東西的地方 附近其實已經有些新屋院落成了 譬如University District 就是Bibosa 其實差不多是1919年 2017年才賣 剛剛今年的客人 去年2023年已經收樓 這個community已經住得很好 它的隔離都是去年 去年和大家有分享過的項目 Parkway 它有四座 第一座也是賣了一座 也是在這附近 所以將來大家賣了Piano 建好之後 你除了附近 是最靠近的公園 它有幾個Athletic Park 即運動場的 公園 也有一個叫Tonbini Park 公園在這附近 你走回去Skytrain 或者你走回去商場 這些位置 都是說中間會經過一些很新的社區 不會覺得治安不好 或者混亂的感覺 是會很舒適的 之後再會實地 帶大家去看看 這就是它的位置 而Surway Skytrain Station 有些什麼呢 我們好像也是去年 有拍過一段影片 跟大家介紹過 那裏的商場很新的 裏面還有SFU的分校 旁邊也有做KPU的建築 然後還有這個區域 在2022年的年尾 都新增了一間新的學校 就是UBC 在King George附近 又賣了一塊地 也確認會見校園 所以為何說Surway這個區域 都來不來就會提起 大家會考慮去買那裏 就是這個原因 也是一個很流行的隔壁 首先方向 這條是134A Street 是南北向的 我的前面是北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Piano這個項目有兩座樓 它這邊 近來這座高一點的 就是South Tower 藍座 然後向北邊的 後面這個座 就會是North Tower 就會矮多幾層 就是兩座樓 然後它們好像圓弧形 都挺長的 而且它是好像梯級式 有高的部分 中間有些公園平台 還有一個Podium level 兩邊都是 所以大家看到造型上 就不會說是很普通 就一座 而是有些弧度 然後這條是105 Avenue 東西向 我後面是南這邊 東這邊西 所以公園的方向 其實是向北邊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 就會看到我們現在說 South Tower 在這裏 Sky Train 就會是這樣過去的 再這樣 再直上 剛才Tombini Park 看到的就是這個公園 現在因為這兩座樓 都挺多單位 怎樣去賣呢 其實是分階段的 第一個release 通常都說最便宜的那一座 release出來的 就會是說 South Podium 就從這裏開始 大家可以想像 將這個高層level 就會不賣 它直接由這裏切下去 這個Session 由3至18樓 包括這個凸出來的部分 會是它的first release 要這個release 賣到七七八八 或者之後 他們才會再去開辦 後面的Session 所以大家可以先想的 就是這裏 Carrie也研究過 Fall Plan 首先我們來個總結 因為說Fall Plan 會很悶 或者很容易混淆 Carrie看完Fall Plan之後 我自己分析完 看完 我覺得它是一個挺有趣的極端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就是它的單位 它劃出來的職 它的價錢 它似乎是很適合兩類人的 大家都是以想省錢 或者是一個小一點的budget 去買大一點的東西為主 無論你是投資營的 還是自住營的 為什麼它極端呢 因為看它的職 它真的會有一些 對我們現在 例如Matchel Town Brand Wood來說 比較小的兩房 五百多呎 它會開到兩房兩次 兩房一次 但是是否整座樓都是這樣 又不是 它也會有一些 很市正的兩房到三房 700多呎兩房 這個很標準 也有些三房是800多呎 900呎 就供自住營 或者你自住得來 你又是不想用Burnaby的budget去買 如果一個900多呎的三房單位 大家會住得很舒服 但是你要去到Matchel Town 可能是150萬左右的樓花 不是說現樓 是說2028年 和2029年建好的樓盤 大家未必想放這麼多錢 在公園 或者用這麼多錢 現在息口這麼高 如果反過來 會考慮Sherry這個地區 多幾個站的話 其實是說 你可能真的切了三分之一 達一萬樓下 你就已經可以買到一個 都挺市正 有些景觀 然後三房都大的兩個廁所 正正常常的三房單位 差不多800多900呎 這就是Carrie覺得的極端 我們先說細單位 再說大單位 大家如果想找一些比較試正的樓房 即800多呎 那些就很少 它主要就是濃縮型的樓房 即是500多呎 下面這裏 淺紫色的 你就可以考慮它 其實它們兩邊的尺數是差不多 差一點點 但是這一堆 這裏 這裏 深紫色和淺紫色 都是500多呎 全部都過500呎 但是它們開了做 這裏是兩房兩次 這裏是兩房一次 如果大家想考慮這隻兩房一次的話 它基本上是單價 即是不包車位Locker 差不多是60頭60鐘左右 如果大家想要多個廁所 兩房兩次 這個價位 就可能差不多是60鐘尾 如果買了車位 就會過了70萬 很大機會 這兩個單位的中間差價 就是幾萬元左右 主要三房單位 都會聚集在這個位 即是樓的北邊 外面這裏 三至十樓 這個位置是分隔 就是三房單位 如果你高於前面那座 這幾個單位 即是十九八 就會景觀好一點 就可以看到這個座位 然後隔離這個座位 就是兩房單位 好像八百多呎 七百呎 然後上面這裏 都是有三房的 這裏的三房的設定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 好像一個U形 整個都是它 其中一個房 主人房 在這個位置 會有一個C1露台 就在這裏 然後這邊 就是另外兩間房 客飯廳的位置 這個露台 就接近wrap around 這裡整個U形 都是三房單位 都不是很多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單位 八個我們當下 就是這樣 就是這個17號單位 大家看到它是三個方向 有北邊 有東邊 還有有西邊方向 當然東邊方向 其實東北邊 你會看North Tower 多一點 反而是後面 西北方向 景色會更美 它的織都很舒適 門口進來 你已經有很大的廚房客廳位 有一個不是套房 但好像套房 因為廁所在旁邊 就在這個位置 這個第二層 入到這個 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也有自己的套廁 還有自己的露台 這個就是 Carrie覺得比較特色 這座樓 比較空間的空間 998呎 即是接近1000呎 這個單位的價錢 大概是要過100萬 因為這邊Suri的 赤價其實都過了1000 接近1100 大家可能與這些 樓層的單位 都有機會觸碰1.1mil 現在賣South Podium 其實是差不多到這裏 後面那些是屬於 整個Tower Collection 是未賣的 所以Carrie說的 兩房兩次 小的那些 就是這幾個單位 看出去的景觀 樓層低的時候 主要會看到 多一點Sky Train 和Trees 如果大家買到 13,15 16,18 就會沒有那麼見到 Sky Train 這就是Carrie和大家說的 Ud University District 將來未來 公園在前面 主要大家看的是 City View 三房單位 都算是這個樓的 特色單位 但每一層都有 下面樓層的 即是7至10樓 是一個小小小的三房 主要是Carrie 但樓層低 就會看到Sky Train 現在去到12樓 到18樓的三房單位 因為高了 景觀就會好 你看到北邊的山景 有這幾個公園 運動場的景觀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顏色的選擇 它是類似之前 Future Oasis那一類 但有一點點不同 而且它這次用了一個很有趣的名字 就是一些意大利文的名字 一個叫做Forte 一個叫做Allegro 讓我們破譜一下 這兩個是什麼字 小時候Carrie學琴的時候 同時要學一些意大利文 因為很多琴譜上面 它寫的大聲 它不是寫Louda 什麼Lighter 它是F 是Forte的意思 所以其實Forte是大聲 不過也很有趣 跟大家說一些搞不大白的東西 好 Allegro就是節奏 我記得這首歌曲 樂譜的右上角 它有時會有這些指示 Allegro就是快一點 還有一些 Dagio是慢 讓你大概知道這首歌是快還是慢 因為以前學琴未必有老師 我要大聲一點這個色系 Allegro就是要快一點這個色系 Allegro 它基本上好像Kramer的色 唯一是Tiles有些不同了 廚房的話就是這樣 它會有些不同了的Tiles的感覺 但很類似 我會把這些資料上傳到網站 包括剛才說的Fort plan 地形圖 這條影片 所有的東西 會有些什麼 都會放在carriequite.com 就是slash piano 大家上去就會見到更新資料 我是說主打Piano 所以它都會有一個Piano Area 大家有小朋友想學琴的話 其實真的很推薦大家去買一個建築 如果你家裡可以買到三個琴當然是最好 但如果你住一個公寓或者屋苑裡面 是有一部琴 不只是擺設 可以用 像Concord Brandmore有部琴 其實真的很好 因為我小時候學琴的時候 考試是用三個琴 或者出去表演 或者出去參加音樂節都要三個琴 但家裡沒有那麼多 那麼好的條件 有三個琴 每次去琴行租一個三個琴 是一個琴房去練琴都很貴 而且租得很滿 我記得以前每次考試前都會租一兩次 叫做去熟習一下三個琴 所以如果大家有條件可以 下去隨時彈到真的很棒 三個琴的音質和普通的琴真的差很遠 這個叫我老爸說一下 還有一些琴球的房間 你一會站這邊 還有一些琴球房間 好像樂園 大家可以唱歌 看電影 然後也有音樂房間 除了琴琴之外 因為整個樓的主題是音樂相關 挺正的 然後也有寵物SPA 大家養了小動物的話 可以在這裡幫他洗澡 又沒有那麼容易弄髒於家 然後這個是Kids Area 小朋友都可以在這裡玩 休息做一下功課 這些就是他的浴室 這些是外地區 還有一個主題很有趣 就是打太極 Tai Chi Zone 其實我有一個客人是打太極的 他說打太極去到最高境界 不知道會不會是可以黏著人過來 他是這樣說的 不是 他碰一碰你馬上躺下 我碰一碰就不會碰 不過這個真的很高深 他說學了很多年 如果有朋友想學太極的話 我可以介紹他們給你認識 好了 OK 基本上是可以分為最小的一房 剛剛也沒有怎麼說一房 因為一房的面積真的比較小 全部都是在四百尺至四百五十尺之間 它的價位開價是大約四十萬 大家加幾萬 基本上就是五十鐘左右 不會可以買車位 然後剛剛說這些兩房一次 即是向來源 它的開始價值五十萬 即是六十頭 如果可以買車位加起來 就六十鐘 然後也有兩房兩次向外面 這些開始價值六十頭 可能你再加多幾個樓層上去 大家預六十五六萬 加上車位就七十頭 也有少量的兩房兩次 是八百多尺那些 這些就差不多是八十幾萬到九十幾萬 如果大家要買三房 去到九百尺一千尺 就會一百萬左右 開始去到八一萬 這個就是價位 Deposit structure 就要說一下Concord今次的優惠 很有趣 他們現在做一個Homes for holidays until 1月15日 其實很快 過多幾天就沒有 這個Expired優惠 大家如果買一個Concord的單位 例如譬如入表 要做Piano 雖然它未立即開賣 可能是二月 但大家入了一張表也算 或者是Oasis 剛剛好 這裡就是Oasis 還在賣 它還有少量的單位 或者是Greenhouse 在Patterson那邊 這幾個項目 如果大家在1月15日之前買的話 它可以做到什麼優惠呢 它可以說 你可以選擇給20%訂金 還是15%訂金 分別是什麼呢 就會直接牽涉到你的優惠 就是說如果你給20%訂金 你的優惠 實際的數額就會是 根據你的訂金的10% 就是說我買一百萬的單位 我會放下20萬訂金 這幾年 這20萬再乘10% 那個數額就會是你可以減了錢 如果大家不想放這麼多錢 訂金 選擇15%的優惠 你的優惠就會減少了 因為它不會再給你10%的優惠 就會變成5% 你會減少了幾千元一萬元 所以這是一個最大的差別 這個優惠到15號 15號之後就會沒了這個優惠 都不能選擇優惠的 所以無論你是對Oasis 或Greenhouse有興趣 Carrie又立即有單位 可以讓你選擇 如果是Piano的話 大家的做法就要入一日表 大家可以等 可以上網的網站 carriequiet.com slash piano 登記 Carrie會和你來表演 多謝大家 拜拜 今天彈琴給大家聽 好 今天我們彈琴給大家聽 那現在要彈琴呢 我知道了 三角琴是一定要開了才有聲音的 是嗎 你不開三角琴彈呢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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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大 謝謝 你看要跌下來 不會的 OK 對 對 聲音會不同 看不出來了 真的漂亮很多 對 對 是 對 實在 、對 對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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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